《青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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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来青坡族地区 是1991年 也是第一次来中国 然后马上就来到德宏 做那个《青坡族》 研究做了很多年了 说我是不小心 出生在荷兰的青坡人 我觉得这没有 没有什么夸张的 我哪里都可以做一个 开心的人 但是对我来说 《青坡山》 是最有家的感觉 荷兰人勒安东 和他的妻子李扬 创办了《荣树根》 一个将《青坡族》 传统文化 融入语言艺术教育的工艺项目 孩子是他们主要的关注对象 这座 助力在村庄制高点 兼具《青坡传统》 建筑风格和现代设计元素的主楼 既是项目活动中心 也是两人的家 安东是一个语言学家 研究的主要方向是 《青坡族》 过去20年 他用几乎全部的心血 完成了这部上下两册 共1700页的《载瓦语语法词典》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 详细解释《载瓦语》 语言词汇的权威著作 对别人来说 是偏远山区的村民 可对我来说 德宏是我第二故乡 研究做那么多年 就很有感情了 寨子里有很多 我特别熟悉的警坡亲戚 我没法忘掉他们 当然一开始想的太简单了 等我们真的扎根了 怎么可能只是住在这里 李昂做榕树根的想法 那么坚决 而且我也特别喜欢孩子 我就和他一起做 钱花完了可以再挣 可是趁着还有精力 应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那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你一方面看到这些孩子小时候 都像大山里的精灵一样 特别有灵性 眼睛里闪着那种光 可是每次你再看到 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哥哥姐姐 你就会很痛心 说难道几年以后 他们也会辍学 做出一些特别糟糕的选择 然后眼睛里就全是迷茫和失落 还有放弃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当时创办榕树根的初衷 就会觉得这样太可惜了 不能是这样子 就是一定想办法用一些课程和活动 向世人证明这些孩子的能力 他们得到正常的好的教育 他们是可以非常棒的 一个误导就是老号召孩子们 走出大山刻苦学习才有出路 走出大山的意思就是告诉孩子 你的家乡不好 刻苦读书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那就是告诉他 如果你不适合考试 那你就一无是处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概念 很多的艺术课上面 都尽量用井坡山里现成的材料 孩子们就会发现说 原来艺术可以是我们身边就有的 帮孩子找回本来就应该有的自信 找回非常良好的自我感觉 所以不要学习想要和别人一模一样 因为你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 做一个最好看的叶子 家乐乐迈克仙能工艺的同学 在高级技工他们下学厨师 在练刀工 现在他们在昆明饭店实习 现在热销的很多月饼糕点 都是他们在后厨做的 非常非常令他们令我骄傲 像是分店很多分店 我想去德宏的连载 先从德宏我们一起 我们三个人一起努力先从德宏 慢慢一步一步的做起来 但是这个过程一定很漫长的 我们只要能力 应该能实现